各位網友大家好 在開始之前 如果未訂閱的朋友歡迎訂閱、留言、like和share 最新開門的鈴鐺等有新片出可以馬上通知你 如果方便的話麻煩頂到尾 先來講講樓市消息 最近一直備受關注的新世界鄭氏家族系列公司 再出現人事變動 根據香港01引用公開資料 鄭家常的異房太太黃榮宇 在9月1日開始 出任系內高級私人會所 黃潮會有限公司董事 原本多名董事和公司秘書同時離職 黃潮會位處灣仔港灣道 惠景角樓下 由鄭育彤在1989年12月成立 是香港其中一間高級私人會所 設有三間餐廳 有中菜、法國菜和café 還有健身設施、戈爾夫練習場 泳池和網球場 坐下都行 就算鄭家常自己都經常在打等 由於黃潮會和鄭家的關係密切 他的人事變動引起外界關注 如果沒有記錯 這次亦是黃榮宇首次進入鄭氏家族公司董事局 看回黃潮會 目前二手個人會值 市價大約45萬 二手家庭會值大約55萬 公司二手會值的介負75至175萬 要視乎當中有多少個提名人 但看回黃潮會的網站 他是為了提升會所的品質和設施 現時七樓和八樓進行裝修工程 以中菜廳就聘請行政總廚 我知道有個方法 不用特地買會值 都可以照入裡面的餐廳吃飯 享用裡面的設施 當然要符合某些條件 而黃潮會近年最大的新聞 就是馬雲的老友出號錢多多的大陸大慈善家錢風雷 在2020年11月 凌晨時分離開黃潮會時 一出門口就被三名刀手斬傷 有傳聞有老闆因為螞蟻上不了市 就找他出氣 而錢多多也懸紅1000萬插控 還加碼到1300萬 不過到最後都好像沒有聲音 另外美聯在今天公布樓價指數 最新報127.8日 按週下跌了1.16% 沒有中原跌那麼多 連跌13個星期 比4個星期前跌了2.21% 而今年到現在 樓價就累計跌了7.09% 創超過8年新低 而分為港狗新界三區最傷就是港島區 今年累計跌了9.7% 另外市場有消息傳出 有一名內地客 以涉樣價放售港島豪宅物業 單位就是位處西半山 由太古發展的欣然 極高層三房 實用面積1647斜 設有私人天堂和泳池 根據區內代理透露 這個單位最近推出市場放售 連車位叫價7500萬 車價大約45500 而業主在名內地人 在2016年 以10500萬向太古一手買入這個單位 以今次的叫價 賬面已經貶值了3000萬 低了超過28.5% 而要留意的就是這名內地富豪 當時買入這個豪宅時 轎負了高達23.5%的納稅 那時的納稅還未加到30% 但23.5%已經要2467萬 就算這麼幸運 以目前的叫價買出這個單位 估計實際市的金額高達5500萬 超過五成 看回欣然這個項目 全數單位197個 這類天池屋有三間 放售這個B室是最小的1650呎 而A和C室就大些 分別是2582呎 和3128呎 2016年一手買入價 分別是1億5100萬 和2億0100萬 為何會提到這裏 因為我記得A室的一手買家 就是蕭定一 但他一拿過三年就賣出 在2019年的成交價 是1億9780萬 成交赤價超過76800 相信這個項目已經後無來者 三年賺了大約4700萬 相等於31% 不過他應該買入這個單位 就開始不行 持貨短短三年 已經做過多次的加案 據聞接他貨的 是一名資產管理公司的創辦人 現在單位不知坐艇坐到哪裡 我估計起碼都不見三四成 另外許家印唯一一間 在香港以私人名登記的法職屋 被法庭攀令拍賣 將出售所得 清還恆大的欠債 事源就是許家印 在2023年被高等法院攀令 需要向中信集團旗下的和信行最控股 上還超過53億人民幣的債項 由於許家印無力上還 和信行早前入品高等法院 要求根據額記令 接管他位於尖沙咀 柯士甸道 144號 長頸樓6樓A室的物業 以及將這個單位以公開拍賣形式出售 淨收益用來清還恆大欠債 而根據法庭資料 許家印這項私人物業 目前市值大約496萬 我估計就應該沒有 如果賣到400萬都偷笑 除非有人想買回來做紀念品 案件今天在高等法院處理 暫委法官陳錦泉 認為事主沒有到場抗辯 再加上證據確鑿 是沒有審理的爭議 所以就批出 看回許家印在1996年 廣州創立恆大 賺了第一桶金後 就在1999年來到香港 用了175萬 買入這間375呎的單位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接下來可以留意私人拍賣會 我覺得是一個不錯的相機 照常理特區政府買下來就最好 可以開放給內地遊客打卡做個紀念 怎樣都好過搞熊貓經濟 另外銷委會 今年頭8個月收到11宗涉及地產代理的投訴 舉出了3個真實個案 涉及凶宅 一手銷售資料 及蓮花園單位的真實案例 有名買家在二手物業時 曾經諮詢地產代理 有沒有古靈精怪 有沒有東西不妥 A長的回覆就說沒有 但買家簽了臨時買賣合約後 才發現單位曾經發生墮樓事故 於是決定終止交易 而且向地產代理追討賠償 告到上法庭 法官認為 當買方向地產代理查詢單位有沒有古怪時 地產代理應該要合理查詢才回覆 不應該口輕輕說沒有 最終法庭就裁定地產代理 須向買方賠償被買方撥收的訂金 如果以這個判詞 其實法官沒有裁定他失實 只是說他沒有應盡的努力 其實空間是無處不在 尤其超過三四十年的樓 有時不一定要買單位 買他在旁邊 買他在樓上樓下 都會受到牽連 問題就是如果整個市場都不知道 那就當沒事 最怕是周圍都知道 唯獨市的買家不知道 那就麻煩了 這件事就是這樣 爆給他聽這個單位是空間 相信很大機會都是Agent 他並不是出於良心 只是覺得輸了台客調氣不順 攝攝的Agent 很大機會是這一區的新人 因為很多老售 這些單位看都不想看 如果買家對這方面有憂 除了問地產之外 都可以直接問業主 千萬不要害羞 如果不想口同備爭 簡直可以在林玉加一段 第二個案例就是 在買一手的時候 向地產代理拿平面圖 結果發現單位的實際面積 比平面圖顯示的小 想用發展商 實實陳述 提出撤銷交易 和追討訂金 但法庭就認為 平面圖 並非來自發展商 而發展商亦沒有授權 代理提供相關的平面圖 或作實實陳述 最終裁定買家敗訴 另一單案 由買家和地產代理 體連花園的穿落 當時未有提及花園 向政府以短期租約形式 租用 物業只是包含穿落 法庭除了判地產代理 實實陳述之外 而看樓公司 業主都在場 但沒有講明花園的問題 業主同樣有 有失實嫌疑法庭裁定買方撤銷交易 又可以向業主和地產代理取訂金 同時警告消費者 不應該輕信包借包賺這些承諾 如果有提供優惠 亦都應該以書面形式 訂立具體列明優惠的細節 如果有任何懷疑 應該要諮詢獨立的法律意見 另外跟進一下 今天錄到二手褶樣幹 第一間是太古城北海角 低層滋室572呎 賣了779萬 車價13619 業主在2013年以870萬買入 次科11年將免費91萬 相等於10.5% 第二間是為元朗園中 一座低層滋室651呎 賣了530萬 車價大約8100 業主在2023年以650萬買入 次科1年將免費120萬 相等於18% 第三間是四小龍的宏景台 一座高層D室492呎 賣了695萬 車價大約14100 業主在2019年以750萬買入 次科5年將免費55萬 最後一間大埔白石蓋日龍灣 3B座中層F室494呎 賣了655萬 車價大約13200 業主在2019年以711萬一買入 次科5年將免費56萬一 相等於8% 今天就講到這裏 如果未訂閱的朋友 歡迎訂閱留言 Like和Share 最近開罵的鐘 如果方便的話 麻煩頂到尾 請訂閱我的頻道 請訂閱我的頻道